第三個問題 國民黨中常會要鎖四位參選的候選人 提出這個革新的計畫 也就是辯論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應該看常會的決定 那如果 我認為常會決定我們都尊重 那如果有邀請我一定會參加 你作為一個黨主席 當然對於明年2022的選舉 你是要帶兵打仗的 所以你要能夠去佈局之外 也要有作戰的策略 當然也要設法提出最適當的人才去參選 所以我如果連任黨主席 我們會馬上成立2022的一個選戰對策平台 來決定這些事情 那當然如果說最後我們的這個對策小組 大家評估說黨主席有必要親自到哪裡去參選 參戰的時候 那我說我作為黨主席我當然義不容辭嘛 那有沒有可能會前進到我們比較艱困的選區 像高雄市 不管哪一個選區 這要看需要 看必要 然後做整體的評估 絕對不是個人的評估 而是從國民黨整體選情的評估 來決定每一個人應該要去負責作戰的一個戰鬥位置 mest一點 barely 就開始賠責 要不要有遊戶 就開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